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土耳其大打出手,直接对美国盟友开火美军为何一枪不放? 据伊拉克媒体最新消息,对于土耳其对该国近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,伊拉克国防部表示,将不会容忍国外势力,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,将派遣部队北上库尔德控制区,防范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。 而土耳其军方同时发布战报称,近期在伊拉克的反恐行动,已经消灭了超过200名库尔德武装分子。 土耳其军队将继续在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,包括大规模的空中精确打击。 这是1926年安卡拉协议,赋予土耳其的正当权力。 土耳其军方表示,在消灭了盘距在叙利亚阿福林地区的库尔德武装分子后,土耳其军队目前主要有两大目标,首先就是曼比基地区的库尔德武装,其次是伊拉克境内的武装分子。 土耳其方面指责称,美国多次承诺,要向库尔德人施压,要求该组织撤出曼比基地区,但是却让土耳其频繁失望,因此土耳其国防军决定依靠自身的力量,彻底清除土耳其边境线之外的库尔德武装力量。 据悉,土耳其国防军目前将大批兵力集中在了靠近曼比基的边境地区,土总统艾尔多安表示,土耳其军队即将发动对该地区的攻势,不会让任何国家的脸色,也不会等待任何国家的许可。 事实上,美军近期已经侦查到,土耳其正在不断对曼比基地区进行侦查,派出了大批无人机对该地区的阵地和防御设施搜集情报。 军事专家表示,伊拉克作为美国的盟友,其境内驻扎有超过4000名美军,是美军在中东重要的落脚点。 但是对于土耳其对美国盟友的悍然进攻,美军却没有任何的反应,这不得不让人感慨,盟友也是分369等的。 土耳其作为美国北约盟友,军事力量在北约各国中名列前茅,因此获得的重视程度也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,因此即便是对同为美盟友的伊拉克发动进攻,美军也选择了视而不见。